哈囉 建成啊 2021年11月 志工送來一台全新的筆電 給當時讀高二的建成 用手機上課 然後如果要做Classroom的作業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那個手機的螢幕很小 就是讓我在作業的時候 效力提升很多 然後上課的時候也方便很多 有時候會亮的時候不會亮 密集使用兩年後 筆電出現了問題 我有跟師傅討論過說 師傅我要上大學了 可能之後會有一些大學作業的部分 在別人壞掉之外 可不可以就是在幫助我 師傅好 嗨 嗨 你哪裡就好聽喔 我們要開學了 我們特別送你一份電腦 讓你在大學可以好好的用 開心就要笑一下 好緊張 我覺得他笑得很好 然後負擔我大概可能整個大學 加上碩士的工分應該是完全沒問題 很感動這樣子 其實沒有想到說真的實際對我那麼的幫助 今年考上第一志願清華大學電機系 家境清寒的建成從小品學見優 有看到媽媽的一些很辛苦的地方 所以就不想辜負他的辛苦 然後也知道社會上很多資源在幫助我 讓我知道我自己要努力 學物理喜歡的 剩下那個國文跟英文 國文英文 那個做得要多練 姐姐宣珍是弟弟的小老師 她是台大農金系四年級的高材生 媽媽她講的一句話就是她說 你不可以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 但是你可以改變你自己 同學覺得自己作為大姐 其實要有一個好的榜樣帶弟弟一起成長 姐弟倆不但功課優異 還雙雙在寒暑假到偏鄉輔導弱勢學生 他們說要就慈激啊 這些善權是很幫助 其實我不僅要對自己負責 我也要對得起他們 就是對待我們這些善言 我自己接受大家的幫助 那我也一定要說回饋社會 先生癌症病逝那年 女兒六歲 兒子三歲 單親媽媽母兼父職 在家照顧 還得外出工作 就是遇到我們慈激幫忙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我們就是從困境中 可以看到了素光 宣曾還有建成還有媽媽 他們在這樣一個困境的家庭 這樣走出來 往善的方向去 屋寬不如心寬 睡家人的居住空間不大 但深切體會到愛是無限大 大愛新聞 張澤仁 楊俊廷 台中報導 休息王6